为何一部上映于90年代的科幻恐怖歌 却能吊打一大批现如今所谓高成本的CG电影 不仅是因为其超乎想象的故事情节 更多的是相比犯案成灾的电影特效 完全依靠化妆和模型的实物拍摄 才能真正营造出深入骨髓的恐惧 故事的开始 一股类似云雾的不明飞行物 毫无征兆地席卷了俄国的空间站 只是一瞬间 空间站正下方的科考船也直接失去了信号 唯有宇航员们若隐若现的惨叫声从听筒内传来 船上的众人还没来得及 剧烈的电磁脉冲又通过雷达静止地撞向了科考船 并开始在船上的各个角落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 安妮博士也发现船上的主机被莫名地入侵了 可还来不及阻止 众人就在强烈的电流下人养马帆 在未知的恐惧下 整个船舱也只剩下了绝望的惨叫声 时间来到了一周后 剧烈的风道侵袭了这片海域 一艘正在作业的货船海星号不慎被卷了进去 眼看在滔天的巨浪下 船体随时都有解体的风险 不得已之下 船长只能下令将轮船驶进暴风的风眼之中 虽然因此脱离了危险 但轮船却也在风暴的肆虐下受损严重 而更糟糕的是 船上仅剩的补给也只够众人坚持两天了 可正当众人绝望之际 领航员劳拉却突然在雷达上发现了附近 竟还存在着其他的船只 在尝试呼叫无果后 众人也只能试探着朝着船只的方向逝去 很快 在穿过迷雾后 众人也见到了这艘诡异悬停着的客考船 眼看在一次呼叫无果 船长当即就下令让船员们登船一探究竟 然而在一番搜寻过后 他们发现船上虽然到处都是战斗过的痕迹 但诡异的是船员却仿佛凭空消失了一半 就连半个尸体都找不到 可船长此时却突然兴奋了起来 因为按照海事法的规定 只要他们能够将船拖回码头 就能够从俄国手里领取一大笔的救难费 在金钱的刺激下 船员们也瞬间充满了干劲 其中两人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船上的动力系统 在看到动力装置明显是被人为破坏的后 两人并没有多想 而是直接插上寄电器后重启了电源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 这却是他们所有人噩梦的开始 在电力恢复的同一时间 舱体内的所有设备突然就自主运转了起来 控制室也莫名爆发出剧烈的轰鸣声 但船长并没有在意 而是立马指挥着海星号准备牵引 可他却没注意到一旁的摄像头已经将它锁定 也就在下一秒 科考船的船锚开始自动释放 并静止地砸向了海星号的甲板 甲板上的船员侥幸果不易解 但海星号却被砸了个大窟窿 等到其余人将受伤的船员救上来时 海星号也彻底地沉入了大海 然而诡异的事情还在继续着 守在轮机室的船员又发现 电缆莫名地朝着管道内移动 他警惕地掏出枪探进管道内查看 可下一秒 另一边还在搜寻着船舱的两名船员 来到了船上的军械室 可刚补充完武器装备 他们就在下一个舱门口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两人警惕地上前查看 但就在这时 一根机械电缆静直地飞到了两人身前 差点吓尿地老黑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 在将其击毁后才发现 这是他们前所未见的高科技怪物 也就在两人继续沿着电缆探查时 船长几人也带着受伤的船员来到了医务室 其中的船员威廉刚打开柜门 一个头戴防毒面罩的神秘人 就对着他们毫无张法于顿 子弹完美避过所有人的同时 威廉也及时出手将其打晕 缓过神的众人随即又揭开了他的面罩 才发现神秘人竟还是个金发大美妞 而他正是科考船的安妮博士 可当安妮从昏迷中醒来后 却是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 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一定要立马切断电力 但看着劳拉几人毫不知情的模样 安妮只能趁其不被果断地逃了出去 接着又立马拿上消防符准备自己动手了 察觉到不对劲的劳拉赶忙追了上来 他先是阻止了安妮 接着又安抚了他的情绪 在他的追问下 安妮也缓缓地说出了真相 原来在他们的科考船被外太空的电磁脉冲清洗后 他们才发现这竟是一种具有生命的外星病毒 他先是入侵了船上的主机 在扫描学习完所有的资料后 他就开始一边疯狂地猎杀着船员 一边不断地制造着各种机械生命 直到安妮在九死一生之下切断了所有的电源 才让他得以停止 但现在电源被重启 就意味着他也再度苏醒了过来 可听到这超脱场里的真相 劳拉却也开始觉得安妮或许真的是疯了 所以等到船长也带人赶过来时 他也还是决定先将安妮控制起来 可他并不知道的是 还在船体内部探查的老黑两人 此时却已经来到了安妮所说的 机械生命的制造车间 起初老黑还以为这些只是普通的机器人 可谁料下一秒同伴就被机械生命所击伤 与此同时 突然出现的人影也对着他们扣下了安妮 这突然的变故下的两人立马就逃了出去 可好不容易跟前来支援的威廉会合 三人又发现前方的舱门却已经被牢牢焊死了 看着身后追上来的人影 他们还想解释一番 谁料对方却直接发动了攻击 三人也只能利用火力上的压制迅速将其击杀 然而等到他们将他抬回控制室和其余人会合时 众人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所谓的人影竟是一具半人半机械的怪物 安妮所说的一切也都是真实发生的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断所有的电源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还没等他们行动 远处肆虐的暴风就再度朝着众人袭来 威廉意识到如果不将船驶出封眼 那他们一样得葬身大海了 可控制室早已被破坏 想要启动船只就只能前往被焊死的轮机室 但众人刚进入船体内部 劳拉就发现船只在外星病毒的控制下自动调整的方向 紧接着 一个更为庞大的半人半机械怪物又来到了他们身后 其中一名船员直接就被他冻穿了身体 其余人见状疯狂地扣动扳机 可子弹却对他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还是安妮及时打开了通讯室的舱门 才让众人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在见到通讯室内所有的无线电都被损坏后 老黑当即就修复了其中一台准备呼叫救援 然而始终惦记着救难费的团长 却并不想科考团的存在被外界得知 愤怒的劳拉健壮再也无法忍受 可眼下也并不是内讧的时候 因为舱门在怪物的攻击下随时都有告破的风险 这时老黑又想到可以尝试用电脑和外星病毒谈判 借此来弄明白他入侵地球的目的 但在见到外星病毒的回应后 众人却直接愣在了原地 在外星病毒的眼里 人类却反过来成了破坏一切的病毒 他猎杀人类的目的 也仅仅只是为了当作打造生物机械的零件 眼看没了任何回转的余地 众人在解决掉突破进来的改造人后 当即就准备赶往主机室将病毒彻底解决 可闹江的船长却没有随着众人离开 而是再一次联系上了外星病毒 丧心病狂的他用带着外星病毒前往港口为条件 以此来换取病毒对他的改造从而实现机械飞升 另一边 当其余人好不容易赶到了主机室时 却发现电脑的主机早已被外星病毒转移了 在寻找的过程中 他们又在另一只机械生物的追赶下被迫逃上了甲板 劳拉一个不慎被巨浪掀翻 在即将掉进海里的最后时刻 还是队友及时赶到 他成功救下了劳拉 可他自己却被滔天的巨浪所吞噬 剩下的三人没时间悲伤 因为成功实现永生的船长 此时也已经找到了他们 看着船长这人不忍鬼不鬼的模样 几人当即就决定先下手为强了 可不管是斧头还是子弹都无法伤其分毫 又是安妮及时地掏出了一枚燃烧弹 并趁其不被塞进了船长的体内 这才在威廉的配合之下将其解决 接着三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燃料室 准备利用燃油将外星病毒连同整艘船一同烧毁 在这之前 他们先是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老黑 可另一头的老黑却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因为他意识到外星病毒能够监控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计划暴露 他才决定单独行动 而事情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般 当劳拉三人刚放出燃油并设定好引爆器时 一只更为庞大的巨型机械怪就静止地找上了他们 他先是一拳将威廉打晕 接着又将劳拉活捉 准备向其逼问出引爆器的位置 危机时刻 威廉和安妮及时赶到 可两人哪怕将弹夹清空也没能对怪物造成任何伤害 幸好老黑这时也赶了过来 在他的一发火箭炮之下 怪物这才被掀翻在地 可他刚准备扶起威廉 怪物就再度站起身来 接着又一把拉断钢架将两人彻底淹没 安妮见状也只能赶紧将悲痛欲绝的劳拉强行拖走 两人随即就换好了救生衣 可刚准备商量如何在引爆器引爆前逃走时 怪物却再度追了上来 引爆器也落入了他的手中 在见到他直接将其捏爆后 自知生存无望的安妮瞬间就有了决定 他一把将劳拉推开 等到自己被怪物抓住后 又趁其不被一枪击穿了一旁的氧气罐 剧烈的爆炸瞬间就将他连同怪物一起吞噬殆尽 而在另一边 钢架之下的威廉成功活了下来 但老黑却没有那么好运了 在临死前 他告知了威廉自己的计划 并让他前往军械舱 因为那里有能够离船的办法 威廉先是找到了劳拉 在见到怪物似乎还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后 两人赶紧就朝着军械舱赶去 威廉这时也明白了老黑的计划 于是在怪物赶来的前一刻 两人坐上逃生装置后 直接启动了一旁的火箭推进器 逃生装置在推进器的牵引下成功飞出船舱的同时 又拉开了一旁绑着无数炸弹的保险栓 劳拉两人成功降落到海面时 科考船也彻底淹没在了熊熊烈火之中 在故事的最后 救援直升机及时地发现了海面上的两人 而更让劳拉惊喜的是 他发现被巨浪卷走的队友竟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可接下来的这一幕又让他彻底地绝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